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选App 把手机当钥匙 这是宾士母公司戴姆勒集团旗下的共享车平台 出打高阶市场提供宾士BMW系列车款 没想到最近却遭到駭客攻击 上百辆兵士在美国芝加哥凭空消失 駭客透过駭境平台的App偷窃旗下的共享汽车 警方目前已经逮捕至少16名嫌犯 目前正在进行调查 也陆续找回失窃的车辆 其实这几年共享汽车不只在国外流行 台湾也有不少业者推出这项服务 像是Iran用国产车 Zipcar主打欧洲车 两家业者都用App取车 台湾人其实第一个 他对新东西的接受度比较高 第二就是因为台北市的大众运数工具非常的方便 加上台北市的停车位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够 所以其实这一群人是有共享汽车的需求 方便的服务如今却传出 遭害窃车的案例 共享经济时代来临 在什么都可以分享的情况下 如何管理资安成了新时代 必须面对的课题 三圈注定方向台北报道